宙斯带领众神和巨人族展开大决战 经过众神的努力 他们最终打败了所有的巨人 把巨人受诅咒的遗骸卷入大海之中 可过了很久之后 其中一具遗骸被冲到洞穴之中 他开始诱惑人类吃他的遗骸 以获得邪恶的力量 此后便有了一支恶魔大军诞生了 如果巨人遗骸被摧毁 那么这些恶魔也会随之消亡 为了拯救人类 女将军带着一群人去寻找巨人遗骸 正面充满恶魔守卫军不可能进得去 所以他们决定从后面绕入进去 后面这里被称为王者之地 是曾经众神和巨人族决战的地方 洒满了巨人之血 进去里面会产生各种幻想 一旦回头就会事故无存 很快他们开始出发了 走出去没多远迷雾就把他们给分割开了 两个小哥走在一起 他们看到一群恶魔等着他们 好在小哥及时提醒 这是幻象才没有害怕的回头 于是他们硬着头皮 从这些恶魔身边经过 另一名士兵独自行走 背后产生一个阿飘让他后背发凉 他向前冲锋却摔倒在地 回头砍掉了幻想 下一秒就事故无存了 一旁的女队员胆颤心情 他手上突然爬出来他最害怕的蜘蛛 怎么也甩不掉最终不小心回头 没几秒便命丧黄泉 旁边走出一位队长 身上突然被毒蛇缠身 他害怕的不行 但却还是镇定了下来保住了小命 镜头来到女将决 他看到了自己死去的母亲 拥抱的感觉与真的没有任何差别 他强忍着泪水向前走去 可下一秒又撞到了自己的父亲 父亲说如果不是因为你他怎么会死 你甚至不愿意回头看他一眼 女将军狠下心戳死了这个幻想 王者之地仅仅百米的距离 就让这个小队的人数少了一半多 最终他们来到了目的地 可下一秒这里竟然出现了一个兽人手 他正要发起攻击时突然被一箭爆头了 原来是宙斯的私生子赫伦过来了 他们开始进入遗迹 在里面走了很长的路程 最终来到了地图上指示的巨人遗骸所在地 可现在却发现遗骸不见了 下一秒两侧就出现了大量的恶魔伏兵 原来他们早就得到消息埋伏在这里了 恶魔首领塞拉芬和赫伦是同母一父的兄弟 他给赫伦两个选择 要么就是加入他成为恶魔的一员 要么就是死在这里 最终赫伦选择与他为敌 双方立马爆发战斗 还利用恶魔最怕的火焰进行攻击 可恶魔人多势众 而且还有塞拉芬在这里 他们一路向外奔逃 还是被杀死不少 因为激烈的打斗导致山体攻他道路被堵住 赫伦一行人也成功逃了出来 城上座骑迅速离开 而塞拉芬则被宙斯的妻子赫拉带住 他让塞拉芬抓紧去找到黑暗魔盒 因为他要释放他们曾经打败过的那12个巨人 以攻击奥林匹斯神殿杀掉宙斯